原标题 这个美女汉奸凭借一个特殊能力 大发横财 快活了一辈子说到汉奸 大家脑袋里第一个想起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呢 在潘长江 郭达斯坦森主演的《抗战神剧局》起手来中 就有一个很典型的汉奸翻译官 面对日军时点头哈腰 面对村民时幼稚高气扬 这也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汉奸形象 当然 这都是家工过的艺术形象 历史上真实的汉奸 可不止这一种 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美女汉奸 陈姓村 陈姓村是中国台湾人 丈夫早走就去世了 抗战爆发后 陈姓村把孩子托付给家人 自己一个人跑到上海 凭借着出色的交际能力 认识了不少日本驻上海的高官 顺利地将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总代理 英美烟草公司总经销的握在手中 随后 陈姓村充分展现了其在商业上的能力 凭借烟草销售大发横财 借着日本人的关系积累的财富 肯定也要有所表示 才行啊 不仅可以稳固双方的关系 也可以表明自己的立场 战时什么最厉害 当然是飞机 那就捐飞机给日本人 于是 陈姓村捐了两架飞机给日本人 并将其命名为 姓村一号和姓村二号 有多少中国人死在这两架飞机的轰鸣之下 我们无从得知 但作为中国人 陈姓村抓着国人的钱 还间接收割着国人的命 不仅让人愤怒 更多的是心痛和背叛 因此 抗战结束后 陈姓村被以汉奸罪待捕 不过 有钱好像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陈姓村发大价钱 性侵律师 并为自己买了一个假的特工证 从原来遭人痛恨的大汉奸 摇身一变成了为国家忍辱负重 在秘密战线战斗的女特工 随即被无罪释放 正义 你在哪里 陈姓村不仅和日本人有所勾结 也和国民党高层之间有着联系 因此 回到台湾后 陈姓村继续活跃在商场和政坛 不仅担任大一贸易有限工 司总经理 浮光贸易诸社会社社长 还是台湾区青果书 朱叶同业工会理事长 成为台湾想当当的女强人 陈姓村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名叫谢哲信 在日本留学后娶了日本女子为妻 但谢哲信不论是能力还是气魄 都远不如母亲陈姓村 四十岁就英年早逝 只留下了一个女儿 名叫谢连访 谢哲信去世后 其妻子谢女儿改嫁 谢连访也改名为村田连访 基因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 虽然谢哲信没有遗传到母亲的能力 但他的女儿谢连访 却跟奶奶陈姓村非常像 做事果断 大胆破辣 因家境富裕 谢连访从小到大一路就读名校 再加上相貌出众 早在高中时期 就被选为日本最大通信公司 NTT的代言人 到了大学时代 谢连访经常参加电视节目 进军日本娱乐圈 1993年还成为朝日电视台 晚间时正报道节目的主播 1995年 谢连访来到中国 进入北京的 学汉语中心学习中文 并说 我的父亲是台湾人 我却不会说中文 这个太难为情了 所以 我决定来北京学习 2004年 谢连访又有了新的规划 退出娱乐圈 步入日本政界 在东京区参议员选举中代表民主党参加 并一举当选 震惊日本政坛 获得了日本希拉里的美丽 六年后 即2010年 谢连访入职坚职任内阁 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国务大臣 至今仍然活跃在日本政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